床帆代表红发立身 讲经教许 立他了 前面篇中在自立 自立之后要懂得立他 翻床是佛门的信号 奖金的发挥 寻床 床 匀形的 像飞机场的风筒差不多 风筒是一面大一面小 床是大小完全相同 气杆上挂上床 就是告诉大家 今天这个地方 有奖金的发挥 喜欢听经的人看到了 他就来了 佛门没有广告 没有宣传 这是比较谦虚 我的智慧的能 不足为人思 不敢照声 不敢宣传 那么我们在此地 讲经学习 好像是分享 交流 请大家指教 把我们的活动 用翻床 表达给大家 喜欢来的 喜欢来的 他就来了 不喜欢 他就可以不必来 也丝毫不勉强 如果是宣翻 表示这个地方 今天有机会 不是将经教训 有机会 有活动 翻床是信息 圆圆地方 看到了 知道 这样有活动 那么现在 翻床的作用 射掉了 为什么呢 都市都盖了高楼 你悬挂的翻床 没有人看见 我们在童年的时候 这个东西很大的作用 一般庙 大概都是民喊城楼 普通住家 是一层偏房 所以它 比我们一般房子高 寺庙里 齐干挂的时候 附近几个村庄 都看到 那么现在呢 用电话通知 用广告 电视广告 广播电台的广告 报纸上看广告 用这个方法 而通知 这代替了 翻床 翻床的作用 是这些 这个我们要知道 equal 二 fir fais confined